而且我們今天有個特別的那個 可愛的那個 一個家的那個組合 你們有各自自己的那個 來來來來 我來我來 你覺得你想要什麼 我嗎?我自己選嗎? 當然啊 你選錯你就 好好說 我選無敵好了 真的喔 對啊 需要講為什麼?不用講 你當然要啊 不然呢 你選我們在玩起草 等大家選完再講 好啦 你爬那麼高就煙囪了 你身體好壯 這是你的身體 你選屋頂的 是啊 WHY Why 因為 其實這一家人 只有我有正常的工作 不 我也有 我沒 對對對 不會聊天 我在裡面 會一下子在那邊 沒有 我的工作最穩定 所以我的經濟 錢算最多 對 我的經濟我覺得我可以 就是可以保護大家那種概念 幫大家遮風擋雨的感覺 我覺得我聽起來真的是很Man欸 但是個臭臉 但是底氣不好 對 對對對 我說小純妹啊 那你那個是 一個門 還滿到一個門欸 對啊 我覺得門就 好像我進到他們 這個真情之家的裡面 打開門進去 我覺得應該很大 應該是後面 劇情也會打開他們 每一個人的新門 應該有這樣的一個代表吧 天啊 所以你是一個小暖女來的 對 溫馨 小溫馨欸 感覺真的很棒 我說這個姐啊 我拿的是煙囪 就其實在 所以你是在老人 就都能發禮物的嗎 不是 雖然我在家裡面是姐姐 可是其實 在寫裡面 他們都比較成熟 然後我比較常出一些狀況 欸 你是演老婆 不好意思 對 我是演老婆 然後就是常出一些狀況 又沒錢 然後也沒有交過男朋友 然後你就 就是一個沒有 就是還不是很厲害的老婆 天啊 一出道就是老婆 那有意思 對 好辛苦的 就是一直熬了很久的 所以他吹磨很久了 吹磨 今天凱琳話好好說 對 所以我是演聰 就是帶給大家 可以排掉一些 是你排吧 你也對 然後你也幫我排 對啊 就反正你發怒 然後冒煙了 然後就自己有個 自動排練系統的概念 也可以 對啊 今天凱不用說 身體這麼強壯 就是在裡面露肉的 所以我可以 因為我在裡面有講到說 像楊說 我是這個家的樹 對 所以我是主體 是 然後我要撐著大家 然後不能倒下 明白 大家就是一個 新的那個 對家人的定義 然後其實有人在講說 朋友有時候 這個好起來 真的比兄弟姐妹 感情更深 那今天還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訊息 楊永春你來說好了 我們幾月前後要播出 哈哈哈哈 不要 他的驚恐表情是不是有點太棒了 想說 不會不會啊 有什麼問題 剛剛沒有Re-Re-Shop 對啊 他怎麼會 你都沒有來跟我對 然後你突然就問我一個 最重要的事情要說什麼 你現在說是首映會好了啦 首映會是10月18號 因為我們這次說真的很特別 10月18號大家記得來 對 是我們的首映會 對啊 那什麼時候播動 那本來是隔天嘛 但是這一次呢 那是10月24號 是 對啊 好開心喔 我們希望大家 就是有一些新的想法 然後希望這個 我們從此而後啊 讓真情之家說的訊息 更多人可以知道 那有很多的精彩畫面 會透過我們的平台 跟大家好好先互動一下 辛苦大家了 不辛苦 看到你們就開心 因為看到你們都很有愛 然後歡迎李薇薇的加入 請你相信 對 周采師欠你200頓飯 我透過這個記者 可以要再次跟他好好的對話 周采師 你有在看嗎 沒有等一下我會打電話給你 200頓飯從今天開始算起 李薇薇說 當然是半年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好不好 開心嗎 我們幫你爭取了這樣的福利 天啊 真的耶 你真的是看起來 就是一個很深嫩的老模 講起話 真的一點怕氣都沒有 真的蠻好的 那你可以再跟我們說一下 播出的時間嗎 因為你腦袋通常 比較容易忘記事情 10月24號晚上8點 三立都會台30頻道 晚上9點都深重的台 耶 你好棒喔 哇 好 李薇薇這是我們這個 再補充一下 你說 沒有看到朋友可以上B棟 劍凱 不能舒服 沒有關係 我沒有追求你 對 但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因為給大家一個不一樣的觀念 就是大家覺得一家人 可能就是要有血緣關係 是 但我們是給大家一個全新的一個感受 這一家人沒有血緣關係 可是他們卻比家人更親民 沒錯沒錯 對 所以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希望大家可以鎖定 真的 最新的滑吧 是 然後他們都還持續這個緊龍閉鼓 在工作當中 下個禮拜有守營會 下下禮拜要正式的這個 跟大家見面 歡迎大家持續關係出的 我們的正經